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大手的主人正是这个房间里的一个老人 原来这是一个看管极其严密的监狱 老人也是监狱中的一员 第二天 老人的牢房里就新进了一名成员 那是一个年轻的男人 当老人问年轻人为什么被关进来的时候 年轻人竟然很淡定地说 自己只是碰了一把火烧死了一些人就被关进来了 然后老人默默地坐在桌前看着他的书 年轻人就独自在房间里四处瞻望着 紧接着 年轻人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那就是老人的床头放着一个红色的小箱子 在好奇心的趋势下 年轻人想要去打开这个小箱子 但老人却突然扭过头来告诉他说 这个箱子一碰就一定会死 千万不要让他碰这个箱子 年轻人听后心里有些害怕 但是他还是忍不住想要再次去打开那个箱子 当他第二次把手伸向那个小箱子的时候 老人扭过头来告诉他说 你可以打开这个箱子 因为你不一定会死 年轻人听了以后感觉放心多了 于是轻轻地打开了盒子 令他惊讶的是 他发现盒子里正是自己所在的牢房 盒子里全部的东西 事物和现实的牢房里一模一样 盒子正是这个房间的缩小板 当他把手轻轻伸进盒子里的时候 他抬头发现自己牢房的天花板外面 也伸进了一只手 而这只手正是自己的手 这一幕令年轻人惊异万分 于是他尝试着再次将手伸了进去 这次他还将自己的另一只手伸起来 与那只大手来了一次亲密的接触 紧接着 年轻人大脑中突然闪过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不停地把盒子打开 在盒上 抬头发现自己牢房的天花板 也在自己打开盒子和关上盒子的过程中 一开一合 于是年轻人站在牢房的最高处 因为这里离天花板最近 他让老人帮他轻轻地打开盒子 就在老人轻轻打开盒子的时候 牢房的天花板也轻轻地翘了起来 于是年轻人趁机翻过楼房 开始不停地奔跑 想要逃出这个可怕的监狱 原来年轻人通过那个神奇的盒子 想到了越狱 然而就在此时 他在奔跑时 被一个火柴盒再次给扣住了 而拿火柴盒扣住他的人 正是那位老人 原来这个牢房是一个无限循环的空间 而那个神秘的盒子 就是用来检验人性的贪婪和欲望的 最后被火柴盒扣住的年轻人 再次被伸回了 那个装满众多火柴盒的抽屉里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或是有什么好的提议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